欢迎收看热血足球 阿根廷、厄瓜多尔、乌拉圭、巴拉圭则分别位列 第二至第五位 除了哥伦比亚和智利杰志目前表现不佳之外 现在的排名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毕竟南美预选赛每一次都是异常胶着 连阿根廷此前都遇到过差点没出现的尴尬境地 苏亚雷斯相较于杰志分榜 或许更让人意外的就是截止目前的射手榜 1.苏亚雷斯、乌拉圭、4球2、比达尔、智利、3球 内玛尔、巴西、3球、菲尔米诺、巴西、3球 卡里略、毕鲁、3球、安克尔罗梅罗、巴拉圭、3球 比达尔、苏亚雷斯和比达尔 这两位惊吓离开巴萨的老将 目前排在南美预选小组赛的第一、第二名 虽然有点球 但苏亚在小组赛中明显展现出了更高一档的水平 而他与卡瓦尼的双前锋组合也仍然非常有竞争力 而比达尔则与在国米截然不同 在国家队找回了顶级B2B的风采 在今天的比赛中 比达尔先是打进一记记经四座的远射 然后强点破门完成梅开二度 是球队取胜的最大攻城 梅西不过让人略感意外的是 阿根廷队在前几场比赛中有些进攻困难 虽然目前还在小组第二 但仅仅只打进了自立进球 这几乎是十只南美球队中的倒数水平 同时 梅西仅仅在首场面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中 打进了一力点球 其余场次均颗力无收 看来对于斯卡洛尼如何提升进攻 依旧是那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